健康好生活 生活好健康 健康好生活 是观众朋友 健康生活的好朋友 大家好 我是大家的健康好朋友 林冠 讲到健康 我们身体里头 有一个排毒的系统 不管是排汗 排便 排尿 或者甚至是呼吸 都是在代谢身体里头 不要的废物或者是毒素 不过这个环境中的毒素 事实上人类面对的处境 是恶化的 比方说空气的污染 水的污染 或者是各式各样 我们生活当中 接触到的塑胶塑化用品 或者是各式各样的饮食用品 事实上也都可能隐含着 观众朋友看不到的毒素 那到底平常的生活习惯 怎么样来健康生活 调养跟排毒呢 待会这集健康好生活 就要跟观众朋友来分享 好 今天陪我们一起分享了 有六个好朋友 第一个好朋友是医生好朋友 江索山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中医师的医生好朋友 周伟伦医生 各位大家好 再来是肝胆肠胃的专科医生好朋友 钱振宏医生 大家好 再来是皮肤科的医生好朋友 蔡逸珊医生 哈啰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黄景龙师傅 大家好 再来是我们的料理好朋友 洛敬翰师傅 大家好 先误一下江医师 我刚刚讲说 其实我们日常生活时 住行预乐的 可能都会有毒素 那每天吃的东西 事实上身体里头万一遇到的 也是要代谢排毒 那代谢排毒的过程当中 事实上 这个很多器官很重要 肝这个肾其实皮肤都是重要的 这一个排毒的器官 不过排毒排毒 事实上有的时候也要控管 就是假设生活当中 我们接触到的毒素比较少的话 那我们这些器官的负担跟压力 就会比较少 所以生活当中哪些毒 是要提醒观众朋友注意的 是 其实对于毒素来讲 最重要当然是 不是当它进入体内 进入体内要排毒 就是要你的肝脏肾脏等等 去付出很大的代价 而且有些毒是没有办法 排毒是没有意义的 我们举个例子来讲 像亚孝酸胭 亚孝酸胺 如果你给它吃进去 它嘴巴就造成口腔癌 到食道造成食道癌 到胃造成胃癌 那胃被吸收到肝脏造成肝癌 然后在这边被肝脏代谢掉 不过它一路上已经到处都伤害到了 我自己曾经有一个病人 是三十一二岁 然后会诊我们肾脏科 原因是因为大肠癌末期 然后会诊我们洗肾 那我们在洗肾 你知道一洗肾四个钟头 就是有时候很无聊 在家务病房里面 就跟病人在聊 那病人为什么那么年轻 大肠癌 他说他从小有一个 很奇怪的好习惯 就是说他喜欢吃烤香肠 所以他就把那个 每天都一定要吃过 那个外面摊子卖的 那个烤的香肠 那你知道香肠 它是一个孝山岩的加工品 你也用个高热 直接用火给它烧 给它烤 那就很容易产生这些自来物 就他就吃了这样子 从操作成 他记忆所及 他就在吃烤香肠 那三十一二岁就得中奖 那其实生活中的毒素 不是只有嘴巴 你鼻子也吸了很多的毒物进去 PM2.5 PM2.5等等 就从这边吸进去 然后到全身去 你不要以为吸这边只是伤害你的肺 其实不是 PM2.5到PM1.0的时候 那个PM1.0 就可以分布到全身所谓的组织去 所以外在的环境 你鼻子进去很多 另外一个部分 当然是病从口入的部分 你的饮食 不要说香槟酒 香叶冰档酒 这三个是传统一致的毒物 其实即使你能当的正常的食物 你看起来都正常的 事实上现在添加物非常复杂 被估计有现在一年 我们人类把两万种东西加入我们的生活环境里面 那两万种东西加入生活环境中 一半以上会跑入食物中来 都变成吃得到 那吃得到这些很多东西就是我们的所谓的疾病的源头 跟癌症源头 真的 那我请教一下钱医师 我们常常说肝脏是人体最重要的排毒器官 所以肝脏的负担也很重要 对啊 我们的肝脏有很多的功能 其中就是帮我们制造很多身体的养分 另外一个话就是可以解毒 因为肝脏有没有一些细胞 不管是细菌啊病毒 甚至我们吃的药物也是在肝脏代谢 所以你肝功能好的时候好像代谢的掉 但不是说什么东西都吃进去都代谢的掉 也都能够顺利的解毒 那我先来讲一个案例 这个案例的话 他是一个60多岁的先生 那他是本身有一个高血脂的问题 就是他的血脂肪都特别的高 那他在新陈代谢跟那边追踪 科追踪的时候 他就开药给他吃 他是开一个叫study类的药物 这个药物他大概吃了一个月左右 他的肝脂数本来是正常40几 后来变成到78 上升就上升了 上升的话 那个就转接到我的门诊 那其实这个类的案例的情况是蛮常见的 像我们这个降血脂的药 大概3%到5%的人 吃的肝脂数会高 那我就告诉他说 你不用太焦虑 大概就是这个药物造成的 然后继续吃其实也没有不行 因为有时候过一阵子 指数就会降下来 他一听就觉得不行 这个药怎么那么毒 他觉得说吃了这个药之后 居然让他的肝脂数上升 他说那这样不要好了 我还是自己想办法 又靠自己的饮食去调养 看能不能不要靠吃药 就过了三个月之后呢 再抽一次写 他的肝脂数变到240多 就再来我的门诊的时候 我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吃什么东西 结果他说我不敢吃西药 但是我去买了红麴来做保健 我说吃红麴 他说对红麴 我要告诉他就说 我也提醒观众朋友说 这个红麴是一个保健食物 他对身体是很不错 但是还是有病例报道 就是说我们的红麴 在制造的过程中 会出现一个叫橘霉素 橘霉素也是一个 增菌类的一个毒物 对 如果在发酵的过程中 你的温度控管不好的时候 他也会出现这种毒素 这个毒素也会造成肝脏的毒性 所以说我提醒观众朋友 就说你觉得好像吃药会有风险 但是吃保健食品 一样会有风险 尤其像这种红麴类的食物呢 如果你跟药物一起加成使用的话 它造成肝脏的毒性 还会更重 另外我们刚才提到 肝脏好像是一个沉默的器官 能帮我们解读 那我们还是想要知道说 到底如果肝脏排毒上出的问题 有没有哪些警讯 想跟大家说一下 我们就提供了几个 大家可以参考的 第一个当然就是 我们当肝脏发炎的时候 可能也许抽血才知道 但是如果肝脂素比较高 慢性发炎的时候 常常会有食欲不振的现象 然后另外像嗜睡 容易烦躁 因为他们整个代谢出的问题 合成养分出的问题之后 我们身体里面 有时候它在精神上 就会比较容易想睡觉 另外我们说有会晃胆 那为什么身体会晃胆呢 就是我们刚才说 我们身体的毒素 如果比较水龙性的 事实上是靠小便 靠肾脏排泄掉 如果你这个毒素 比较油龙性的 它是靠肝脏 然后从胆汁中排泄掉 所以当你的排毒的过程中 出问题的时候 也会有身体晃胆的状况出现 另外像指甲 或者是蜘蛛痣 蜘蛛痣的话 就真的到肝脏已经有硬化的时候 就会出现 这会在我们的脖子 胸口的地方 会有红色的蜘蛛痣 然后你手按一下 它会消失 手放开来它又会出现 有这样状况的时候 要注意肝脏出了问题 真的 那我请教周太医 中医怎么看排毒这个事情 事实上是因为在春天 其实像气温 气压 气流湿度 太容易变化了 那你知道冬天 刚沉浸的冬天刚过 人体就像汽车一样 你要去加温 那就暖机还不够 就是整个身体还没出来 人很容易在春天就生病了 所以这时候呢 我们就发现有个妈妈 她很特别 这个妈妈她其实很特别是 她67岁的退休 能做40年的工作 67的退休不容易 她体力要很好 但她隐约发现她退休后 好像是有身体不舒服 她也说不出来 那为什么这样说呢 在中医有一话说 内耗过大 自损3000 你已经过了40年 非常规律的上班下班 赶捷运 下班工作 你突然间发现 她劳逸是不均的时候 她首先从睡眠开始出来问题 偏偏在去年疫情前 她不小心有骨折 然后疫情 疫运也不方便过去 她居然在去年半年 那个骨折开到钢丁 又开了三次 就开始三次 表她预后是很不好的 就开始身体又更焦虑 更烦躁 这个时候就发现说 她有问题 在今年 你知道今年的春天 并不是从过年后才开始 冬至一扬升 冬至之后她问题就来了 第一个失眠 第二个骨折开到伤口 愈合三次不好 再来她居然有老人子斑症 全部的手脚开始发痒 和全部出血 破裂淤青 再加上就是蕁麻疹不断 和整个人很焦躁不安 甚至牙龄全部浮重 她的牙齿整个全部 就破了七八个洞 那我们就跟她说 妈妈你好像要开始重新调整身体 我们就跟她说 其实身体是从 你从很燥热 热变虚 变寒 你从很实变虚 虚了以后 开始毒素累积了 毒你不要担心 毒如果再变瘀 再变阻 再变癌症肿瘤 就不好 你现在还好 只到毒这个地方 堵住了 所以春天堵住了 我们又介绍她说 你还是要把身心调一下 那你这样的话 其实你是肝毒跟心毒 那所谓肝毒就是 她容易情绪焦虑 而且她有些女生 假装心汗乳腺增生 她心情烦躁不好 睡眠心毒 那甚至有些人呢 可能脾脏方面 有些湿气水肿 分泌物比较多 气色苍白 肺气 肺部有毒的话 就是我们的咳嗽 在中医来说咳嗽 过敏容易 多愁善感 多忧思 然后肾脏不好 肾毒的话 是容易下巴 下巴会长痘痘 下肢水肿 所以你不要担心 你目前来说 只有在肝毒心毒 我们用一些比方 荷欢皮 用绿豆汤 莲子心 龙眼茶 这样让它疏解 它的肝育和睡眠之后 三个礼拜 过年后来看 我们三个礼拜 状况好像慢慢变好了 而且整个循环 又走路循环变好 脚也慢慢的变舒服了 那接下来我们这一个 黄师傅就要来分享一个 健康好料理 刚讲说日常生活的饮食当中 排毒很重要 排毒第一个 这个好的这个膳食纤维 排尿排便 事实上也是代谢很多身体的 这个负担跟废物 对 那今天要用这个五花果 来跟大家分享一道 就是五花果的这个香橙的虾球 好我们先看看 这个五花果是 有些时候我们吃西餐的沙拉会用到 西餐的话它是新鲜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果干 那这个有分两种 一种是比较白的 白的又一个很甜 那像这种颜色比较深的五花果呢 它本身的甜度会稍微降低比较多 那很适合来来做一些海鲜的搭配这样子 那这五花果我们看起来很硬 对不对 那我们要泡一个东西 让它稍微有点软化 这个就是新鲜的这个柳丁级的汁 好 对 直接给它泡进来 通常要泡多久 那其实一般来讲 这个泡进去的时间 就是说我们大概差不多五分钟以内 好 对因为只是要让它稍微可以软化一点 对对对 泡太久应该会烂掉 也不太会烂 就是说口感会比较软 我还是希望说这五花果可以吃到 有一点口感是QQ的这种果干的口感 好那我这边用的是这个虾子 那传统虾子就是会用那个酱油 或者是盐巴米酒等等腌 那今天我这边用一个比较特别的一个食材 调味就是刚刚前一生有讲到的 红麴酱 直接红麴酱 因为这里面已经 它有这个取酿在里面 咸度都有了 我们现在这个虾肉是去壳 然后去肠泥 然后直接这个开背一点 然后红麴酱 市面上这一种红麴酱 常常它都有咸度跟味道 对 它已经咸度味道都有了 然后这个稍微有点干的时候 我们可以加一点点的米酒 把它稍微拌开这样 然后我们另外会烧它准备一点粉 师傅准备的这个是什么粉 今天用的话这个是面粉 面粉 如果你要让你的虾子就是说煎起来 它的颜色非常金黄 我看 刚刚那个红麴酱 就当作是一个腌肉酱 沾酱 然后表皮让它沾一点面粉 我们才入锅煎它 对 就不要直接下去煎 直接下去碰到那个 第一个虾肉 它很容易就是黑掉 对 然后再来就它不会有那个酥脆的一个感觉 好 然后这个面粉待会因为也比较容易挂上酱汁 对对对 所以你看我是用沾的 千万不要把面粉整个 也没有要裹一大块 对 因为整个面粉遇到这个水 它整个会糊掉 好 所以我们要这个热锅热油的同时 我们才挂这一个面粉 然后待会要让它煎它 好 那我们就薄薄的就可以了 这个油温已经有起来了 因为传统很多人在做这些 这种要让虾子香 它最快的动作就是下去炸 对 但是我希望大家在家里可以用一些比较健康的方法 对 节目上就教大家一些小撇步这样子 好 那我们另外一锅其实会处理我们其他的配菜 对 我这边要来做一些其他的他的相关配菜 体内的这个所谓的树化剂爆表 有一个树化剂它来自于瑜伽垫 本身是一个精品 对 所以它就从皮肤慢慢的慢慢的渗进来 美人像豆豆超多的 一开始买两瓶 没有进步他就买五瓶 他的皮肤产生所谓的化妆品不耐症 那相关配菜的话就是准备一些比较季节食俗 像这个洋葱 还有这个芦笋 还有一些像这个玉米笋 菇 对 这都是非常好的 然后豆仁都可以 对 好 那首先先把这个蒜末跟洋葱 把它下去 把它做一个炒香 我们那锅肉有爆香 洋葱 爆香 蒜末 对 师傅我们这一个无花果根用橙汁泡它是最后才加 对 这个是让它最后它的香气最后再下去 好 像这个比较容易需要一些水分的食材 像这个 因为我们里面没有加其他的水 所以要早点把它下去做一个炒肥的动作 玉米笋 然后芦笋 对 芦笋 好 芦笋也是非常高纤维的这一个高水分的食材 对 然后像这个是 菇 对 红旗菇 一个要放进来 好 然后我们的这个食蔬也让它拌炒 对 好 然后我这边虾仁其实上面已经有这个颜色 就给它放下去了 好 好 跟着这些蔬菜 真的很漂亮 对 红红绿绿的 这个一定要先让这个蔬菜跟虾仁的味道 稍微给它 它上面有这个红糙 它有咸度 所以我们蔬菜这边就不要再加其他的 这个调味料在里面 然后我这边会把最后这个甜豆再放进来 好 好 待会最重要的这一锅就要放进来了 我不敢想象了 我觉得你现在这一锅就可以吃了 这一锅这样吃是很好吃 但是这个无花果跟这个泡过的柳橙子下去 会怎样 有一个水果的一个香甜味道 好 它会类似糖醋一样 就有那种酸咸甜味道这样 对 好 那我现在把这个放进来 好 很妙 对 好 无花果干 这是一个另外版的糖醋味道 对 那我这样稍微拌均匀之后就可以起锅了 好 那我们就来试吃 你要知道 上一道新菜是非常难的 那这一道菜基本上 红麴是非常古典的 无花果是非常新潮的 对不对 因为古典跟新潮的交汇 那也是东方跟西方的交汇 而且很难得是说 一般我们吃虾球都期望吃到什么 就泡过磷酸盐的 磷酸盐的 那吃起来脆脆的 然后口味很淡的 那像这个真材食料的虾球 是非常不容易吃到你知道吗 而且红麴这个来烧虾球 真的也很好吃 对 真的是非常搭你知道吗 你绝对不想 因为我从来没有吃过红麴搭虾球 我每次都是吃到红麴猪肉你知道吗 坦白讲到说毒的进去的部分 我曾经有一个三十几岁的女病人 她会体型稍微胖一点点 不是很胖 可是她也没有多狼卵潮症 可是她月经就开始渐渐的不规则 那你知道吗 有些素化精跟肥胖有关 像酸分类跟肥胖有关 所以听她这样讲 那经济也不正常 我就给她测了一个体内的 这个所谓的素化剂 跟那个所谓环境荷蒙的含量 结果她有两个环境荷蒙素化剂 分别报表超过正常值上线的20倍跟15倍 那后来推测原因是因为她自己吃东西 大概也是不怎么讲究 然后外面卖东西吃 就随便用袋子装 那可是有一个素化剂 她来自于比较特别的东西 就是说她并不是我们的塑胶带有的成分 就查一查就是她瑜伽电油 这个女生在用瑜伽 那瑜伽有时候她会流汗 你知道吗 那这个素化剂本身是一个精疲毒 所以她就从皮肤慢慢的渗进来 那素化剂的代谢其实有的快 可是有的很慢 像她后来这个高15倍这个素化剂 代谢的很慢 那我们推测她影响到她的经济 后来我们就给她打一些针 让她加速她的本身的这个肝脏代谢 缩化剂的代谢 对 然后后来她的经济就渐渐正常 缩化剂用什么代谢 像举个例子来讲 骨光肝胎 她从骨光肝胎再加上V群 还有加上一些东西 她就可以增加她的代谢 那其实我们人体有一些自备的防御机转 我们本身肝脏 刚才我们常会科医师也特别讲过说 肝脏本来就可以解很多毒 那肾脏帮你排很多水溶性的毒素排掉 然后你不要小看大肠 大肠除了把你代谢排掉之外 它会调节你身体的需求 像你甲粒子过高 大肠里面的甲粒子排泄 就会突然间增加成原来的三倍 所以它也算是一个排泄器官 当然最后皮肤科代理亚维讲 皮肤科是身上最大的器官 因为皮肤表面是最大 它也是重要的排毒的器官 因为我们知道说重金属 其实看起来从尿 从身上排泄的很少 大部分都从汗水中排泄 所以皮肤是非常重要的排毒器官 当然我们可谈的时候 也会少量的把进度器官的一些毒物给排出来 所以它勉强也算是一个排毒器官 刚刚讲人体的排泄的排毒的器官很重要 那另外一个是帮忙排毒的营养素也很重要 因为这些东西降低我们健康跟器官的负担 没错 其实排毒第一样东西 这除了这表上这五样之外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就是适量的氨基酸 我们氨基酸是在肝脏解毒里面 但免一个很重的角色 常是第一步结合的角色 那当然膳食纤维就早就知道说 膳食纤维会降低毒素的摄取量 你膳食纤维吃多了 很多毒素就卡在这个膳食纤维上就排掉了 那B群已经知道可以增加像戴奥兴冬维本的肝脏的代谢的速度 那他也会增加一些像我们的空气污染里面的吸收到的什么光气啊等等的这个有毒物质的代谢的速度 那骨光钢钛很出名的一个解毒剂 他不管怎么打进去 或者加上B群为帮助 他可以很有效的帮助我们带些很多像树化剂这些东西 那我们看一下像芦笋 酪梨 菠菜 秋葵都富含天然的骨光钢钛 对 所以骨光钢钛不见得要打 你实际上吃也可以吃到很多 那像狐鼻素我们也知道说像葡萄 苹果这些东西很多的狐鼻素 那护鼻素一直有很多研究证实说 它跟人体的毒素的代谢非常有关系 那它本身也可以刺激很多肝脏的所谓的酵素系统 像我们的细胞酵素P450 跟护鼻素的功能就有关系 那最后我们吃的像罗布里乌素这些 像这个十字花根的蔬菜 它本身含有含鲁的这些化物 它也对你解毒速度有帮助 那甚至可以抑制毒素引起的癌变 所以这个都是天然食物 又可以帮助你排毒解毒的好东西 那蔡医师请教你 我们常说皮肤是身体最大的器官 当然也是最大的排毒器官 那反过来身体里头有各式各样的 这一个某些疾病的时候 也会反映在皮肤上面 对 我们讲说这个皮肤科 常看到有一些我们说假老的病人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先跟大家讲一个故事 我之前遇到一个25岁的一个女生的上班族 在日商公司上班 那其实他在大学的时候皮肤非常好 真的是催谈可破 也没什么烦恼 那去毕业之后去日商公司就规定天天要上妆才能工作 就是日商公司的礼仪 那每天化每天化 一两年下来他就发现 有一天他没有化妆他不敢出门 因为他没有化妆他发现天哪我脸上痘痘超多的大大小小 而且皮肤变得很敏感 就是一块一块都是红疹 那他第一个反应是什么 该不会是我保养做不够吧 所以他就去百货公司买保养品 一开始买两瓶没有进步 他就买五瓶 五瓶还是没有进步换一家 所以早上早上五瓶 中午五瓶晚上五瓶 反正他就是想办法要靠着保养 要让自己皮肤变好 越保养这皮肤还是越不好 所以他就想说那我再来敷个面膜 也是越敷皮肤痘痘长越多 那一直到他真的是花了很多钱跟精力 但是皮肤还是很烂的一个状态的时候 他家人就说你为什么不去看医生呢 那他来看医生的时候 我们一问之下发现说 哇你当一个人长很多痘痘 他第一个反射动作就是用力去遮盖 所以他化妆不是只有一层 两层三层四层五层 像抖音也很多 在化妆花非常多时间在那边打底妆 那你化这么多彩色的东西 然后甚至有的是遮瑕力 覆盖力非常好 那他晚上下班回家的时候 当然他就要卸得很干净嘛 所以他就用两瓶卸妆的去卸 所以又再次破坏他的皮脂膜 所以呢他在涂上这些 瓶瓶罐罐五瓶十瓶的时候呢 他的皮肤产生所谓的化妆品不耐症 所以你的皮肤 即便他是会有代谢会调整 可是你给他过多的负担 这些过多的东西堆叠在你的皮肤的时候 他就当然喊救命 所以皮肤最好的保养的方法 你如果问皮肤科医师 省钱省时间 叫做佛系保养法 清洁保湿加防晒 适当的休息才是好的 所以我就请他说 你这个礼拜基断食 肌肤要断食疗法 先把你这个所有的瓶瓶罐罐都停下来 你一瓶五十种化合物 五瓶就两百五十种 哇你早上两百五十种 晚上两百五十种 这是根本就是一个化学实验室 所以他停掉之后呢 我们再给他适当的腰务 很快两个月 其实他皮肤就很进步的很快 所以其实我们皮肤 它是有适当的一个代谢功能 有保护的功能 那这些汗水帮助我们调整温度 帮助我们代谢一些废物 所以你不要给他过多的负担 不要去给他增加他这个工作的负荷量 真的 而且周团也要提醒现代人 包含压力都是一种毒素 对 真的很多东西 除了工作 情绪 家庭之外 其实我们现在遇到临床上 很多的凡是压力性的身心毒 像我有一个病人 她是一个四十几岁的妈妈 事实上她是一个非常单纯的 行政窗口的一个联系工作 但是她的一个事情是要有轮掉的 工作有轮掉 可是在这一次轮掉之后 出大事情了 不知道为什么 就在轮掉的时候 刚好她其实偏偏 那个心理的结就是过不去 就是该下班六点不能下班 要九点多下班 她觉得为什么我要九点下班 然后因为家庭有问题的时候 她说为什么我不能九点 就回家看小孩 因为想要而不可得的时候 那是最可怕的 偏偏家里有一个问题是 她明明很想划韩剧 他老公就说 你怎么看这没有水准 要看政论节目 她更气 还有每天该到点的时候 她要赶着回家煮饭 所以我觉得她应该跟师傅学一学 一锅料理 真的因为煮饭也是一种压力 每天回家赶着上班煮饭 所以于是她在前一阵来找我的时候 对一个陌生的医生 她居然一进来是笑中带泪 笑一秒钟接着全脸 我真的觉得她比还珠格格那个还厉害 全脸布满了泪水 就是开始哭说 为什么我好像重度忧郁 重度忧郁 每个医生都开 我就看到药单是 医院给她开都不是轻症或帮助睡眠的 因为她睡不着 情绪不稳 第二天上班 她没有办法上班 那医生给她开都不是帮助睡眠 都已经到重度忧郁症的药 那她是吃了是可以 问题是第二天爬不起来上班 那我说你这样子一个压力性毒素 然后她我说你我不会跟你说你要放开你要放轻松 她就说对 医生如果你再跟我讲一句你要放轻松 看开一点我就把你打下去 对我不会跟你讲这句话 但是麻烦你回去看 比方说冥想静坐阿法波 还有我跟她说了一个重点是 麻烦你对镜子对自己的脸开始学习怎么笑 你用你喜欢的方法还愿意的方法去帮助你走出来 所以我们叫她要快走静坐冥想这些 那其实在这里面呢 我觉得穴道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那穴道不是只有在按人中 按人中是因为我看到病人很气很激动 快要休克所以我要按人中 事实上镇定安神是要按这三个穴道的 第一个提供大家是内观穴 内观穴就是我们在一个手感内侧的三指横幅 这边有个内观心胸位 内观穴它可以让你放松情绪 让胸闷情绪 当你已经胸闷到已经叫救护车的时候 像病人叫救护车 它可以按一下让它宽输解育的方法 那第二个神门穴是很更简单 是在一个手的尺侧 这个地方小指这边有个水沟 水沟的一个手腕横纹神门穴 你刺激它让自己整个身心稳定 血压也会下降 第三个是在脚上 女生比较适合三婴胶不仅可以排毒戒毒 还有女生的月经很顺 在内侧的一个颈骨后侧的四指横幅三寸的地方 三婴胶去让你疏通经络 而且温暖身体阳气发散是比较好的方法 那接下来我们陆师傅也要分享一个健康好料理 对我们来做一个很简单的一个欧姆蛋 然后加上一些的蔬菜 然后首先我们就很简单的 我们先把蛋五颗打进来 然后这里面是可以加上 一般的做欧姆蛋都是加上牛奶 然后我们就是把差不多 100克到150克的牛奶加进来 好五颗蛋大概加100克到150克的牛奶 所以观众朋友可以等比例的增减 对对对 然后这里面我们也放上了一点点的起司 让它有一点点粘稠度 就是一般的家常早餐起司也可以 对对对 然后这个很简单 我们第一个我们下洋葱切绞肉 切成差不多绞肉的形状 就是一小丁一小丁这样子 好 我们今天要做一个 简单健康容易版的欧姆蛋 你炒过的这样的一个蔬菜 你入到蛋里面就比较快熟 对 而且也会甜 所以我们现在炒胡萝卜跟洋葱之后 我们要炒香菇丁 香菇丁我是用新鲜的香菇 因为新鲜的香菇的话 它在炒的时候它吸得比较快 然后还有一个重点就是它比较软 好 那炒欧姆蛋的时候 它的味道也会比较好吃 好 然后师傅还准备了 秋葵切丁跟玉米切丁 对 好 这个如果家里头 有一些小朋友 比较不爱吃青菜膳食纤维吃不够的 对 就可以加这个 这也是一个很好的做法 对 那其实大部分我们在加这个蔬菜的时候 你就看小朋友喜欢吃什么蔬菜 你就把它加进来 好 那尤其是 我要跟大家讲一下的就是红萝卜 因为红萝卜如果你没有经过炒的话 它吃起来就有一点生味 然后请你炒过的时候 那个红萝卜素就可以出来 对 那大家有没有看到 我们都没有加水 因为你如果加太多水的话 你炒起来的欧姆蛋就会有一点水水的 好 而且食材里头有水分 所以师傅那一个炒的过程当中 那个水蒸汽水烟就会去蒸发 对 然后我们要看 因为最快熟的是在什么地方 就是秋葵 对 你秋葵下去的时候 你不能炒太久 它会变黑 所以你这个秋葵炒到它颜色变了 洋葱也变白了 然后我们的红萝卜也变得很艳红了 这表示这个已经好了 好 那好了之后就很简单 我们就要带里面来 来 因为它有一点点的热度 你加进去的时候 它里面的收成就会有一点点快 我们现在是把食材放进去蛋液 所以食材先炒香炒熟 我们留一点点 等一下要做装饰的 把它放在旁边 因为这个就味道很甜了 对 然后这个下来之后 我们要很简单的 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就是 这再回来 这也不用去注意它 我们就是加上松阪肉 这松阪肉我们煎一煎 等一下要放在欧姆蛋上面 那你这个是加料吧 对 一般的观众朋友 一般的婆婆妈妈 早上有上这样的蛋液 待会上欧姆蛋 已经感人了 对 这其实欧姆蛋 你就可以把它做成一个 就是如果中餐 正餐的时候 你就可以把它加强版的一种 对 然后我们就是稍微把它煎一下 然后我们要加一点油 因为松阪肉里面的油脂 非常非常的少 你加上一点油脂 下去把它炒一下 对 然后煎一下的时候 我们要加上一点点 因为它是 调味 对 调味 我们加上酱油 好 我们现在大概有六七分手 让它调味一点酱油 对 加上一点酱油 不能太多 如果你太多的话 味道会太臭 然后一点点的黑胡椒 好 酱油跟黑胡椒 然后一点点的那个 盐 糖 糖 综合一下它的味道 好 然后这时候它大概已经裂熟了 对不对 对 我们要做一个动作就是 把我们的起司 加上 太棒了 好 它会有一个 坎西 对 会有一个坎西 然后这时候我们就开它谷开 我不敢相信 对 所以松阪肉现在长得像披萨一样当笔 然后上面吃披萨起司 对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是来煎欧姆蛋 这个时候我们就关小火 让它烤一下就可以了 等一下就会变得很好吃 所以有点焖它 那起司就会融化 对 没错没错没错 然后焖它就让它融化 好 如果你要酥一点的话 你就是等一下把它翻锅 稍微煎香了就可以了 对 煎那个起司 有的时候你煎得好的话 它其实酥酥脆脆的 对对对 那其实你加进来的时候 它会有一点浓稠状 好 你记得如果你水分太多的话 你蛋多打一点就可以了 OK 对对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蛋要在煎的时候 我们记得一定锅子要热 好 油要一点点下去 好 然后之后这个要用两次煎 不能一下子下去 好 OK 先下锅 我们第一波 第一波 第一波先让它定型 对对对 然后熟一部分 然后再下第二批 对 分批一下 你在炒的时候千万记得 一定要炒到半熟 半熟之后你要用焖的 你现在好了 它现在真的会滑 会 它其实加那个鲜奶 鲜奶的蛋常常会这样 对 好了 哎哟 很快 这样子翻了 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就是小型的 就是在家里最快的一个欧姆蛋 好 这个是小型的 那如果要大型的话 就上第二批 然后再让它这个成型 然后下来之后 你就很简单的把它下锅 然后它就很嫩 很有一个青菜的那种感觉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就开大火 好 我们要把刚刚的这个给大家看一下 哎哟 漂亮 有没有 它就烤起来 然后我们就很简单的签丝 有没有 好 然后就把它摆在上面 哎呀 那旁边待会儿再摆一点菜跟水果 对 就是把我们那个蔬菜把它摆上去就可以了 那这一盘390 那个早餐店都可以上 然后这样就可以了 好 那我们就来上菜哦 我们的起司跟我们的松板猪肉配在一起 真的是绝配 以前没有吃过这样子的料理 我们知道说欧姆蛋 我们平常有时候看它人家做好像很容易 事实上 我觉得还是有很大的学问 尤其是这些蔬菜啊 像玉米啊 红萝卜啊 这些都是小朋友也是很需要的营养元素 它配合在欧姆蛋一起使用的话 我觉得可以让小朋友应该是很爱的一道料理 不过我在想说 这个制作的过程中 我觉得还是有 像我啊 我觉得说我如果要复制 我可能会变成炒蛋了 所以一定是要 可能回去YouTube要多看几次 学会它的碎序才可以 真的 当然炒蛋也可以吃啊 也很好啦 也是很好的蛋白质啊 是啊 是啊 那我们来讲说 我们吃下去的毒素呢 如果没有注意的话 最常第一个会让我们受伤的 就是我们的肠道 那我们的肠道 如果受到毒素的影响之后 它大概会出现几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的肠道菌会受到改变 那另外的话 也可能会直接造成黏膜的病变 比如说长息肉啊 长癌症 就是我最近门诊遇到一个病人 它是差不多60岁的男性病患 它来就诊的原因是 因为它待有一个月的时间 它常常在腹泻 随便 它肚子呢 是会有点脏气 然后放屁的次数比较多 但是它并没有什么发烧 恶心呕吐 它到我们的门诊的时候呢 我请它再去做一个 肚子的X光检查 因为我觉得说它的这个描述呢 不太寻常 因为呢我们一般的腹泻很少会超到一个月这么久 那照一个X光才发现说 它其实肚子里面满满都是粪便 它其实它的粪便 我就问它说你觉得你腹泻 但是你排便有排出来吗 它说其实也没有 都是水 那我说是这样反而是一个警讯 我就帮它排了一个大肠镜检查 后来发现在乙状结肠 真的长一个大肠癌 那肿瘤大概几乎把整个管腔都塞住了 那它非常的不解啊 因为它的印象里面是说 排便习惯改变 指的是说大便会变细 那我跟他解释就是说 当你的你的肠子里面 如果有长癌症的话 如果是管腔占一半左右的时候 大便的确会变得比较细 可是像如果你的像你的肠子里面 大概八成以上都被这个肿瘤所占据的时候呢 其实只剩下水可以出来 所以你以为是腹泻 事实上是已经长癌症了 那像当我们的肠子出了问题之后 我们还是有一些警讯呢 可以提供给大家 譬如说我们可以观察我们的粪便 粪便我们刚才讲说 它的形状啊 是它的软的啊 还有它的颜色呢 可以注意 那另外我们刚才提到说 要多吃一些膳食纤维 膳食纤维吃的够不够 可以其实可以看我们的粪便 是不是浮在水面上 一般来说 如果你膳食纤维吃的足够的时候 粪便会比较轻 在上厕所的时候 才不会一下子掉到水下面去 所以它如果能够浮上来的话 代表说你纤维脂补充够多 所以说大家 不妨在上厕所 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粪便 看这样自己吃的够不够健康 另外排气也是一样 一般来说我们是说 尽量一天的排气量 方便的量不要超过十八次 大概五六次还可以接受 但是如果你排气量特别的多 那代表说你肠道还是出了问题 要特别的小心 那蔡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多喝水 水其实代谢我们很多废物 也可以帮助皮肤代谢废物 对其实讲到水 我们常说水当刚水美人 皮肤相关其实真的是水 我先分享一个 我最近遇到一个病人 明明就是一个二十岁的 这个女大学生 那花样年华 但是她这个皮肤却很多状况 她手跟脚常常出现反复的湿疹 那她来看门诊的时候 我就看一下说 这个湿疹的位置又红又痒 但是这个正常的皮肤 也其实看起来也是非常非常的干 甚至有点要到脱屑的一个状态 那我仔细看 哇 她的其实脸也很干 我说 哇 你明明一个二十岁的 怎么二十岁的年轻人 怎么皮肤像七十岁的老太太 因为非常的干 然后再来你看 她整个是暗淡没有光泽的 那我就问她一些 这个生活的状况 就好死不止 她刚好手上拿一杯珍珠奶茶 原来她是这个学生 每次就是要熬夜念书 或者说她功课很忙 她觉得喝水很麻烦 所以她非常不喜欢喝水 一定喝不到500cc 那有时候肚子饿 就是喝这个珍珠奶茶 她觉得那个就有液体了 就可以解渴了 殊不知她的体内严重的缺水 那我就跟她说 你皮肤这个湿疹要好 你的适度的水分要补充 你才会水当当的 她说 医生你不要骗我 喝水跟我皮肤有什么关系 我说你来来来 我先给你看一张图片 这是我们的皮肤 其实我们的皮肤 真的很像千层蛋糕 从外到内 最表层这个角质层 然后再来颗粒层 极壮层跟基底层 其实它的水分 是从表面的这个角质层 大概是含水量 20%到35% 可是要基底层 大概有70%的一个含水量 所以从浅层到深层 越来越多的一个水分 这是指正常的状态下 如果今天你是在沙漠 或者是像这个大学生 一整天都不喝水 我告诉你 你的角质层 可能在基底层的水分 剩不到50% 那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哇 这一些我们的角质细胞 砖块就开始崩解了 所以他们就很容易脱血 很容易挡不住 外界的这一些 这个不管是污染 或者是细菌病毒等等 他也很容易会掉一些皮血 然后你的这个防御率变得很差 最重要的是 哇你可能就失诊了 可能就很多状况了 所以我们还是鼓励大家 就是说水你还是要这个适当的一个摄取 而且我说的是白开水 慢慢喝 也不是叫你一口气扭饮 那不要等到你真的口渴才喝 如果你的小便出来都非常代表 哇你真的很严重缺水了 那江医师也要提醒大家 生活当中有各式各样的毒素 另外一个很不容易排出代谢的是重金属 所以重金属的污染 重金属的毒素 大家还是要尽量的避免 我门展有个病人 他六十几岁 非常成功的一个女的企业家 承报很多的工程 然后他从年轻的时候 就是有做自己的事业 所以他就很在乎自己的仪表 所以他就很讨厌流汗 他讨厌流汗 所以他到处空调 不止 他还怕那个汗水 把他的腋下 弄出汗字来 他觉得这样很不礼貌 所以他从小 我年轻的时候二十几岁就开始使用止汗剂 结果后来年纪大的时候 突然间就是开始很多病 比如说他气喘 然后牙龈一直发炎 那看这个清牙结石 也没有办法 问题搞不定 然后最后连经历都不好 那到门展来 不抽不知道 一抽吓一跳 你知道吗 我们测的十五项重金属 你知道吗 他一个人九项超量 那后来我们了解说 他这个东西哪里来 你知道吗 因为他应酬很多 他包人家工程嘛 所以他常是生鱼片 生蚝 鹅啊 所以海鲜 我认为拱 鲜 蛤 生 大概是这四个从这边来的 海鲜 对 那他的铝 铝倒比较特别 它铝它不是吃油条造成的 它是止汗剂 止汗剂有铝喔 止汗剂就是铝的化合物 那你敷在腋下 它会把汗线堵塞住 可是从汗线它会侵入你的体内 那他的这个因为在跑外面跑 所以他常常就买瓶装水 所以T就是高的 说话剂 对 T是高的 然后紧接着那个习是来自于他 在家里因为他事业 就是有事业的女性 他做饭要很快 他常常把鱼包着那个铝箔去烤 最后面那个银是来自于他家的绿水器材 那这一点是很特别的一个现象 美国早就规定绿水器材里面不能使用银 可是台湾到处都在用 真的喔 所以用绿的之后 反正会有银污染的问题 然后体内就出现银 那这个病人你看在前后两次 九样全部都打掉 花了几个月 九个月 等等 九样的这些比较严重的重金属 它是用凹合剂是慢慢帮它凹 对不对 它用口服跟注射凹合剂 可是这个并不是一次就可以熬干净 对不对 所以九个月 反复的 这就像我们洗衣服洗碗一样吗 你衣服跟碗弄得很脏 你不可能冲一遍就干净 你可能反复洗很多遍 尤其像拱中半摔期的长很长的东西 那牵也二十几年 所以这种很长的东西 靠病人排线是不切实际 那我认为它会那么严重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 真的是不喜欢流汗 冷气过度使用 汗水中可以测到的拱的总量 是尿域的19.5倍 就是说排汗是一个排中金属 很好的管道 所以为什么运动是好事 就是一般人只知道说 运动可能增加你的肌肉 或者你的血液循环 事实上运动的过程当中 你代谢掉的这一个汗水 事实上可能也代谢掉身体 很多脏东西废物 在研究里面 拱 隔 铅都会因为流汗而排出 而且远大于你的尿可以排出的量 好啦 那所以如果不爱流汗了 就去健身房用力运动 然后认真的灰洒汗水 那我请教周太医 刚刚讲 人体里头有各式各样的毒素的累积 那毒素的累积 常常最后可能导致身体 很多细胞组织的病变 那有些人甚至可能会罹患癌症 可是反的来说 有一些人以为排毒可以治疗癌症 那事实上是一个错误的观念 非常错误 刚才江一鑫说了一些毒会造成癌症 但是你要知道说避开有毒物质 的确是有可能去抑制癌症 但是当你得了癌症之后 如果你以为说排毒就可以全然治疗 那是一个比较错误的观念 必须要有非常正确的医疗观念 还有正确的饮食 观念都是像我们有个病人 他其实是一个非常孝顺的国中数学老师 他是男生 他自己本身长得很精瘦 我从来没有看到这种孝子 就是他把他爸爸带过来 看他爸爸癌症鼻炎癌末期 带过来他是抱他爸爸进我诊间 这简直是一个很特别是 你可以扶爸爸或坐轮椅 他其实他是亲手 他说爸爸怕痛 所以他抱着爸爸进诊间 大概来了三四次 那我就说这东西可能要长期调理 调理爸爸那么瘦 我们从营养开始 他是非常好的病人 但是你知道病急乱头 这一点是很可怕的 他就有一阵子 他就很少来我们这边 我们就说为什么不来 他说上个月他带爸爸去南投 参加排毒体验营 安排了一个泡水缸疗法 爸爸是39公斤 在中秋节前后温差很大 他说每天到水缸里要泡冷水 要泡差不多两个小时 我们那时候讲 那个最好不要说不行 这个体验营汉这个集团 他是这个团体是用这方法 那大概是半年后 他回诊给我们反馈 是说爸爸大概是一个多月后 就是过世了 因为癌症过世 那我们讲说 为什么一个孝子 没有一个正确医疗观念 都有念过书 为什么会有这观念 因为他整个来说 整个病结乱投医 所以其实在正确的观念之外 我们说这还要看到 洛师傅的一个营养 你会发现 如果你真的爸爸真的吃不下 如果这样的话 你可以用一个浓缩营养方法 这个里面的欧姆蛋里 这个浓汤里面有非常多的营养 然后让爸爸吃 让他的食欲不振 可以提高营养功能 然后他的健壮体力 包括这个会比正确的医疗观念 会比错误的来路不明的一个资讯 来得好很多 好 谢谢周太一的分享 也谢谢我们这么多好朋友的分享 我们今天分享了健康好料理的食谱跟做法 也都会po在年代 去台湾健康好生活的脸书 还有LINE跟Telegram的官方账号首页 那我们的影片也会上传YouTube官方频道 欢迎观众朋友扫描QR Code 欢迎大家订阅跟收看 那健康好生活 我们下次同时间准时再见 谢谢 拜拜